今日话题 这个是一个等了差不多超过一个礼拜的话题 之所以这么说呢 是因为居然没有机会来讲这个话题 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 相对了是时效比较强的话题需要讲 所以这个呢就耽搁下来了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我们不能不讲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给起这样一个标题 叫做美国民间的爱 这一点呢在美国生活比较久的人 尤其是说和美国社会其他的族一的人 包括白人啊 细域啊 黑人啊 等等打过交道的人 也许会有一些同感 美国民间的爱 它表现在很多的方面 其中至少有两个值得一提 一个就是对陌生人的慷慨的帮助 再一个就是美国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的义工文化 就是很多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利益可图 他贡献自己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直接或者间接的也贡献了自己的钱 刚才为什么说是等了一个多礼拜的话题呢 是因为之前呢 我和高宁也在聊这个事 因为我们从很多的媒体上面看到这样的报道 我本人也在National Public Radio 就是美国公共电台 广播上面也听到这样的确实的采访 就是美国民众对即将和已经到达这个国家的阿富汗难民的接受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任内呢 移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也是他能够获得很大支持率的几大支柱之一 这里的移民呢 一方面指的是非法移民 那这个字不百说 就是集结在美墨边境的那些非法移民 这个使得美国的民众相当多的一些人是有排斥的态度的 另外一些呢 就是所谓的难民 这些难民又是比较多的 是中东那些地方 那么这些难民我们也知道 从叙利亚战争等等开始 包括德国啊等等 欧洲这些国家的做法啊 脱欧啊什么的 都跟这些难民有点关系 所以在川普总统任内的难民的数量 也减少了 与此同时 不光是难民入境的人数减少这里面 当然还有疫情的原因 同时呢 美国政府给这些难民机构的拨款 还有对这些难民机构的一些种种的 各区的受贿方面提供的方便 那么就全都停止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差不多有上百个这种办公室啊 就都关门了 尽管这个办公室里面 有些人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占比例是多少 是所谓义工 但是关门了 也没有什么难民来了 再加上有疫情啊 有什么现在的要居家令啊等等啊 之前的这些 所以呢 这就不活跃了 可是突然之间 就来了好几万阿富汗的难民 美国的民众是怎么接受这些难民呢 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这就是今天我说的美国的民间的爱 那么在这个民间的爱的背后啊 也有一些他的传统和一些背景 还有就是一些可能是民众心理上的一些逻辑吧 那我们就来展开这个话题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报道和听到的报道是这样的 就是美国民众对外乡人 他们意见是不一的 刚才讲过 在对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态度 甚至包括某些合法移民 美国现在的民众对于很多的社会议题 都是有争议的 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意思了 偏偏到了阿富汗难民这儿呢 体现出了罕见的 一致的态度 就是对这些人 他们献出了他们的爱心 献出了他们的金钱 献出了他们的时间 这个事儿特别值得研究 前段时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伙同另外一个媒体吧 好像是ABC电视台 他们联合做了一个民调 结果这个民调呢 发现有68%的美国的民众 愿意接受这些阿富汗的难民 其中 请注意听 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教会 也就是在这些报道当中 我们注意到 从亚利桑那到阿肯色 从明尼苏达到加利福尼亚 这些地方的教会 在接待阿富汗难民这个问题上 是首当其冲啊 他们首先提供地点 如果你无亲无故在美国 我给你找地方 先给你安置下来 再接下来 他们提供金钱的援助 再有就是动员 他教会里面的教友 捐 有捐衣服的 有捐食品的 有捐礼卡的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但是我这有个超市 来 我给你捐个五百块钱的利卡 你拿这卡里面 你自己去买东西去 这还不太值得提 原因是这个并不是很新鲜的事 对不对 美国人喜欢做这个 最令人惊悚的是 这些基督徒们 给这些即将到达的 或者是已经到达的阿富汗难民 在积极地准备一种东西 叫做肉 这是什么肉啊 哈拉奥米尔 大家听过哈拉奥 这个英文字吗 如果你不熟的话 我一说中文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清真 我们也知道 伊斯兰教徒 首先它在肉这个方面 是非常有讲究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有所谓清真餐厅 这个肉还不光是什么 猪肉的问题 不吃的问题 包括这些肉的 怎么做法啊什么 这里面是非常有讲究的 要清真 那么这个事呢 就让我们非常的感慨 这个感慨就是说 这是咱们说白了 这叫义教徒啊 他们的那个宗教 是跟你 应该说历史上是有仇恨的呀 对不对 但是美国的教会在这方面呢 发威了 刚才说到爱的力量 这个你不能不否认 在美国 在西方的爱的这个传统当中 它一定有一定比例的 这个比例具体是多少 咱们留给大学的博士生去分析吧 教授们去分析吧 但它应该有相当大的比例 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传统 基督教传统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令人震撼的概念 叫做宽恕 它的这种宽恕的程度 可以到达这样 你把我家的亲人杀害了 我都敢原谅你 请注意这个 敢这个字 我都敢原谅你 这个是今天主题之一 听起来有点像传教 但是大家必须知道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 要了解这些民族的心态 尤其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本人和高宁 我们两个都是 美国这种民间的爱的 直接的受益者 在以往的今日话题节目当中 零零星星的散见在一些节目当中 我们都在不同的情况下 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就是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到了美国 是什么样的人 一步一步的帮助了我们 再具体的说 就我们的具体的情况来说 就是几乎就是 宿美平生的美国的白人 其中有基督徒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利用阿富汗难民这个事讲解 那么为什么他就排斥这些非法移民 他就排斥那些国家的难民 他却对阿富汗的这些难民 却不排斥呢 美国2020年谁当的总统 这个事儿 美国人是众说不一 打得不可开交 要不要戴口罩 打得不可开交 要不要打疫苗 打得不可开交 但是在阿富汗难民这个事情上 只有28%的民众 坚决反对 就是无条件的 我不要 不要给我进来 但是请知道 在一个民调当中 28%和刚才说的 58%的话 这个比例之差还是相当大的 那稍待会儿呢 我们就来把这种爱的传统 和现在民众对阿富汗难民的这种心态背后的想法呢 分析给大家 我知道所有的人 我说这个所有的人可能有点夸张了 很多的人都听过 耶稣基督讲的一个故事 叫做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但是呢 为了讲今天这个话题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因为我在挣扎了一下 我说要不要把这个故事再讲一下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华人之间流传的 我随便说一个故事 比如说这个自相矛盾的故事 有一个人在街上卖他的锚 卖他的盾 你说有没有人没听说过呢 很少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所以我做了一个测试 我在身边呢 反正就是图方便吧 找了四个人 我刻意的没有找基督徒 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 然后你不知道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这个恐怕得严重的检讨了 很遗憾的是 我问了这四个人 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 甚至有一些人是听说都没听说过 有的人就是就知道这个说法 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么我为什么要利用今天这个节目 小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因为这个跟我说的刚才说 美国人接受阿富汗难民这个事 是也有一些直接关系的 因为在这个所谓爱的背后呢 人间的爱啊 民间的爱这个背后呢 在美国他有这种传统 这是路加福音当中的一个故事 是直接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口 是当时呢 有一个犹太人的 我想可能是一个领袖吧 或者一个头头脑脑这种人物 开玩笑说乔领啊 犹太人这么一个领袖呢 问到了耶稣基督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叫 inherit internal life eternal life 永生 一个人怎么能够获得永生呢 这人去问耶稣基督 不知道是问还是考 应该是问吧 那么耶稣基督就反问了他的一个问题 他说 你既然了解这个 那我问你经文上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犹太人的领袖就说了 他说经文上说了一句话 这个是在圣经新约当中 提到八次的一句 震撼宇宙是至地有生的话 就是love thy neighbor as thy yourself as thyself 爱你的邻居 如同爱你自己 或者说是爱自己的邻人 那耶稣说那就对了 这个时候这个人问了一句话 那谁是我的邻人呢 谁是我邻居啊 你听这句话问的是多么的天真呢 你的邻居你还要问啊 谁在你旁边谁就得邻居 这时候耶稣就讲了那个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可长可短 我们讲一个短的版本 就是这么一个犹太人 特别强调这是个犹太人 他走在路上去Jericho 耶利哥 这路上呢 被强盗抢了 抢了不算 把他打了个半死 衣服都扒了 就可能剩一条内裤 这个我圣经当中有没有详细描述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说剩什么 但是圣经当中确实是白字 黑字印的 是衣服扒光 就扔在路上了 请注意 这个时候有一个犹太的祭司 走过来了 一看 这么个犹太人躺在这 走过去了 熟视无独 就像没看见一样 这是自己的同乡 犹太人 同族 这又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在犹太的一个 犹太教的教堂里面工作 算是圣殿里工作的一个神职人员吧 看到这个受伤的人 没有理 又走过去了 这时候来了一个Samaritan 萨玛利亚人 为什么特别提这个 萨玛利亚人和犹太人 世仇 死敌 这真应了那句话 他相遇故之 死敌 这个萨玛利亚人 过来了以后 看到犹太人躺在这 非常的同情 给他把伤口包扎起来了 找了些衣服 给他穿了 也许他那个衣服 被扒了以后 就扔在旁边了 就给他反正就穿了 这还不算 因为这个人 已经被打了个半死了 就把他拖到旁边的一个 我们说大车店 旅店 就这种地方 拖到那去了 陪了他一天 照顾他 还付了店钱 走了以后 还嘱咐那个店主 说这个人在这养几天 大概多少天 我先把店垫上 钱不够的话 再来 我再来 将来我再来 你再告诉我 我再给补上 就这样 这故事就讲完了 这个就叫做 好心的萨玛利亚人的故事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 耶稣人就跟犹太的首领 就跟他说了 他说我想问你 在上述的三个人当中 谁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 犹太人的邻居 你不是让我定义这个邻居吗 那这个首领就说 那是那个萨玛利亚人 因为他帮了那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就说了这句话 说do this 这么办 and you will live 你就会获得永生 这种故事 其实它背后 要是仔细分析的话呢 可以很多的角度 你可以站在那个 被打在地上的 犹太人角度 你反过来 你也可以站在 这个萨玛利亚人的角度 在萨玛利亚人的眼中 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啊 不是这个人 是他的族裔的人啊 你怎么可以帮助他呀 那过去他们怎么对我 什么什么 这说不完了 他回去怎么见 他自己的族裔的人呢 你从这个角度讲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讲 那位犹太教的祭司 和那个在圣殿工作的 犹太人 那两个人 见死不救的那两个人 是不是就上不了天了呢 是不是就不能 获得永生了呢 这些就留给 神学院的学生去探讨吧 显然耶稣基督 并没有隐身开来 但是这种故事为什么要用在这呢 就是说 在美国社会生活中 或者你在你的生活的阅读啊 和对他的美国整个的西方的文化的接触当中呢 你会体验到这种东西 就刚才说的这个故事 The Good Samaritan 好心的萨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 你知道有多少油画吗 表现这个故事 你知道有多少次的 在多少大的世界名著当中 小的平时的报上 文章上的网上 有多少次的引用吗 你知道有歌剧吗 你知道有各种电影的方式呈现吗 它变成了不光是一个耶稣基督讲的故事 它变成了英语语言的一个词汇 叫做The Good Samaritan 就是你帮着任何一个人 你帮着他忙的话 尤其是那个 你看似不应该帮忙的那些人 你帮着他忙的话 这个你就会被叫成是一个 好心的萨玛利亚人 然后由此引申出去 包括什么韩国电影啊 什么之类 它把这个还能引申出 变成别的东西 这是它的流淌在 他们血液当中的一些东西 这是它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呢 回到今天我们要讲的 阿富汗难民这个事情 可能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一览无余了 那你可能问说 那他为什么美国人排斥其他那些 我觉得呢 这个里面 美国人他讲究一个东西 特别是有的时候 我们东方人会觉得他特别古板 就是他认一种道理 就是他说 我认为合理的东西 我就支持 比如说非法难民 非法移民 你非法移民 我干什么支持你呢 对不对 我要办人 我要帮助人家办事 得有点道理 说得过去 就名不正言不顺 对不对 还有你说那难民 那些叙利亚什么 那些跑来的难民 美国人当时就是指出 因为后来不是紧接 就发生了巴黎的那个惨案嘛 他说我也不是不帮助他 但是这些人来 他来炸我来了 他来杀我来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呢 所以他这个里面呢 要寻找一个 他所能接受的 一个立足点 那么阿富汗难民 就给了他强烈的立足感 就是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在阿富汗帮了我们 这个就是美国人的逻辑 就是今天 我也得反过来帮着他 顺便说一下 在加利福尼亚州 德克萨斯州 还美国的华盛顿DC首都啊 很多呢 有这种大的阿富汗的社区 这个阿富汗的社区 肯定是帮着他们自己人的 而且从阿富汗跑过来的 这几万人呢 当中有一些人 也并不是完全的非亲非故夫 当然没有任何的亲戚 没有任何的朋友 所以有这个 但是你得承认 还是有很多人 真的是在美国 谁都不认识 所以呢 他们构成现在的难民 据说呢 现在的这一批难民呢 就已经大打美国 都是三万多了啊 到最终呢 可能会超过五万 那有人说 哎不对啊 弄出了十好几万了 对那个十好几万呢 最终到底有多少 是分到了美国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想呢 我也想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 简单的 抛砖引玉的讲一讲 就是存在在美国当中的 这种民间的爱 那借着这个话题 大家也可以找机会思考一下 看看自己 有没有在什么时候 体会过这种爱